16岁的花季少女 在出租屋内惨遭杀害 为了毁尸灭迹 凶手将她的脸皮包下 接着掏空内脏 冲进下水道 再将头颅抛入海中 不仅如此还把其他部位 和猪肉混合在一起 流入肉扑售卖 而这就是2008年 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案件 曾轰动一时举国震惊 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法 都让人不禁怀疑凶手是个怎样的恶魔 据说案发当晚 邻居阿婆在屋内看电视 突然隔壁传来剁东西的声音 好心过去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屋内没有硬打声 不久后阿婆意识到不对劲 她出来一看 发现从窗台上有 源源不断流出来的血水 她吓得立马报警 可当脏警官赶到现场的时候 凶手早就销声匿迹 而尸体也都不翼而飞 屋内找不到钉点人体组织 为了查明案件真相 脏警官来到死者家里了解情况 母亲却歇斯底里喊着 不愿相信女儿已经死了 对着脏警官大发脾气 经了解 死者名叫王家梅 今年只有16岁 母亲因为生计 带着她和姐姐从湖南来到广东 之后母亲和香港人组建新家庭后 便将姐妹俩接到香港居住 繁华的大城市让王家梅看待了 她迫切想要融入这里 每天不断练习着讲粤语 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母亲朋友送给王家梅一对昂贵耳环 还没带多久对方便又要回去 她不愿意 母亲便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母亲喋喋不休地抱怨 让家梅烦躁不已 窘迫的现实和想象有着天差地别 家梅渴望出人头地 她十分想要成为一个模特 希望能够赚快钱来改变生活 第二天她便去办理了退学手续 为做模特做足了一切准备 不停地在镜子前练习着拍照的姿势 为了追求美感 她买了很多双高跟鞋 对着镜子涂上口红装扮自己 为了身材严格控制着饮食 不料面试却屡屡碰壁 甚至还被骗去街头发传单 时常还会因为穿不惯高跟鞋而摔倒 可是上天并没有看见这个努力的女孩 辛苦一天拿到的工资 却只有几块钱 这让家梅十分不满 于是便听从好友建议 去快餐店当临时工打包食物 虽然钱赚的不少 可是这种方式太辛苦了 这天 几个小姐妹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家梅偶然得知了另一种职业 这种职业干活不累而且来钱款 迫切想要赚钱的家梅 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 从此她便踏上了不归路 女孩为了赚快钱不惜出卖身体 她凭借着年龄优势 很快便接到了第一单生意 她拿着钱 走进了摄品店 买了一对昂贵的耳环 看着尽忠的自己 家梅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她对这份工作逐渐得心应手 熟练的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 殊不知却也在一步步迈向深渊 这天她遇到一名新顾客 男人风沫有趣长相帅气 家梅十分喜欢 发现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渐渐的家梅便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她开始不向男人收取费用 甚至为了她产生了金盆洗手的想法 想要和男人谈一场恋爱 可惜羞涩的少女心并没有得到回应 这天晚上 家梅接到了男人打来的电话 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和她见面 令她没想到的是 前方等待着她的确实一场羞辱 家梅走到男人面前 不料男人开口向她女友解释 家梅只是她在网吧认识的朋友 两人并没有别的关系 你看清楚啊 你看清楚我先不去追她先 女人尖酸刻薄的话语 深深刺痛了家梅的心 她不懂男人此时的沉默不语 深知自己的身份见不得光 她只好笑着承认了男人的话 内心却像挣扎一般难受 自己付出的一片真心 在男人眼里却是一文不值 她却连辩解控诉男人的机会都没有 家梅失落地坐在公园里发呆 麻木地回应着电话里的生意买卖 她开始感觉自己越来越空虚 没能及时缓解的负面情绪 在家梅心头不断积压 她逐渐抑 开始有了厌世的想法 这时她在网上认识了丁子聪 两个人逐渐相谈甚欢 了解到彼此都是孤独的人 吐露着心声相互安慰着 聊着聊着两人便约出来见面 丁子聪对漂亮的家梅很是心动 两人开始了新一轮的交流 丁子聪意识到 此时的家梅很痛苦 像是个没有灵魂的去笑 她迫切地想要帮助眼前这个女孩 所以当家梅说出 自己想死的时候 丁子聪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自己动手帮她 男人决定杀死心爱的女孩 伸出双手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女孩无法呼吸 面目逐渐变得猙獰 看着女孩痛苦的面容 丁子聪心软了 她松开了双手 濒临窒息的王家梅感到不解 她抓起丁子聪的手 重新放在脖子上 苦苦哀求让她帮助自己 丁子聪紧紧掐住家梅的脖子 直到最后一刻 眼角的泪仿佛 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念 因为家梅说下辈子不想做人 于是丁子聪便决定质解她 她将血全部放干 将体内的内脏 全部挖出来冲进马桶里 再用塑料袋 把头装进来扔进海里 剩下的部位 则和猪肉混合在一起 运到附近的菜市场进行售卖 就这样 她将家梅的尸体处理得一干二净 随后她便到警局投案自首 对着脏警官陈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后期的公开审理中 丁子聪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一遍 自己当时是如何处理尸体的 手段的残忍程度 让法庭上的人们都不含而立 可当被问到作案动机时 丁子聪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表明这一切都是家梅要求的 因为手段过于残忍 她被判处无器徒刑 凶手的洛王表示着案件可以结案 可脏警官却始终觉得事情不简单 她来到家梅的住址 翻看着她和丁子聪的聊天纪录 仿佛是两个孤独的人相互取暖 凭借着一根网线紧紧相拥在一起 原来丁子聪之前是一名货车司机 平凡而普通的她丢在人堆里 都不会有人认出来 小时候母亲的去世 给她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性格孤僻没有朋友 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 没想到对方也只是跟她玩而已 转身变和富二代谈恋爱 留下丁子聪独自一人 直到她在网上认识了家梅 两人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物 因而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似乎能深切地体会到对方心中的痛 所以当家梅说出我想死的时候 丁子聪想要帮眼前这个女孩解脱 让她不用在险恶的生活中苦苦挣扎 于是她动手了 法庭上的丁子聪与其说冷漠 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生命的茫然 她其实也不知道家梅为什么要死 只是家梅提了要求 而她照做了而已 可等到肢解尸体的时候 她才发现家梅已经怀孕了 无意间她杀了两个人 她也不知道家梅是否知道自己有了孩子 这个孩子是否会让家梅留下来 一切都不得而知 悲剧已然发生了 丁子聪的余生将在悔恨中度 电影《踏血寻梅》 因为涉及到原焦碎尸这类题材 上映之初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演员春夏也借此获得最佳新演员的称号 没人知道为什么家梅会选择死 或许是繁华的香港没有想象中的快乐 或许是男友的逢场作戏 让她觉得人间不值得 或许是精神上的空虚让她选择了解脱 人生有太多未解之谜 但死亡并不是解脱 孤独的爱你 直到最后沉默的死去 或许是对家梅这一生最好的注解 感谢观看